Nike 那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 通过摄影工具 去做藝術的这几个艺术家 包括辛迪选曼 然后德国的古尔斯基 古尔斯基 这三个人 您觉得他们的这个差别跟共通 是怎么样子 差别太大了 我觉得甚至大到的讨论共同性没意义 共同性当然他们就是 某种意义是摄影为工具 为什么没有意义呢 因为古尔斯基是数码时代的英雄 他在当时像素不够大的时候 在自己编程的 对不对 而且他都远距离远程 来拍摄一些景观 在这个迷人的娱乐的 或者休暇的景观当中 后来人变成白蚁一样 古尔斯基的意图 我觉得跟那个舅夫博是很不一样 舅夫博你刚刚已经说过了 他拍电影拍不成 但是电影的这种工作方式 把他通过电影去制造一个巨大的一个现场 然后利用这个现场巧妙的去 改变我们的可能流行已久的看法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而星星选拔就是个 就是个就是什么 自我暴露框 非常符合女性 就是说星星选拔是非常非常符合一个女性的自我想象 想到把她打扮成明星 不是自我想象背后 到了延续她的行为这么多年以后 我们才看出星星选拔这个自我打扮 起源于某种我们所理解的女性的爱好 但是最后其实批判 当他把自己打扮成各个时代流行的形象的时候 你难道读不出一丝的嘲弄在那边 对对对对 这种对女性的观看的那种 所以他背后还背后 其实还是对女性身份的一种关注 对 这个所以呢 所以心理犬案他必须有时间 必须有时间过程 我们在温客就看了 我们一起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犬案的一个展览 对对对对对 那个心理犬案我在看 当他不断的按照时尚的要求自我打扮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在对时尚提出疲惫 在扩而广之 就是我们都是时尚的俘虏 或者说或者受众广大受众都是时尚的俘虏 对对对 而时尚是最好的商业运作的动力 所有的时尚其实都是商业运作的结果 当然他有很巧妙的消费心理的研究 而心理犬案的做法就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都很愚蠢 当然他把自己摆进去 他用的是我们熟悉的女性自我表现 女性自我暴露和女性喜欢艺装 艺装屁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放长看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像这种气质我们不可能在 朱夫沃来看不可能在古德斯基来看 所以他不能够只看某一个独立作品 而是看他整个创作 一个艺术家必须整体的 是吧 我不相信朱夫曼很喜欢关注自己 对不对 对 单纯的自我 古德斯基 古德斯基背后还是有反而科夫学派的很深的影子吧 他本身就是朱夫曼学派的很强烈的影子 他本身就是朱夫曼学院出来的 对对对对 跟朱夫曼的那个冷冰冰的拍摄是吧 对对这种就审视一个时代 对审视一个时代 就用一种德国人对一种物相表面质感的 仔细丁视他会构成一个内容 像这个因素像心理选拔那个因素 像古德斯基的这个因素 在朱夫曼学院都没有 朱夫在伪造一个现场 对 伪造一个英雄经历流氓经历暴徒经历 或者什么奇怪的骚乱经历的一个现场 他自己可能也会兴趣对不对 这是个现场让我们看起来 一般情况才看起来信以为真 因为他搞得很真嘛 其实是假的 所以背后还是嘲弄 所以我一直认为 我们不要讨论现代主义这个概念 我刚才也说过了 我们不要对概念那么理念 就像有一段时间 大概在2000年中的时候 我惊讶地发现 九仙代末的时候 我惊讶地发现在中国 我们只能用当代艺术来形容那些 所谓的F4 真的有人严厉批判我 他们叫当代艺术 不叫前卫艺术 不叫先锋艺术 我都在看呢 不是一样 不是概念吗 不是你叫小龙 我叫老羊一样吗 这很重要吗 但是到时候我发现很重要 我们是OK 当代艺术 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 不要被概念捆绑 因为我们不被概念捆绑 我才延续刚刚所说的话题 自进入现代以来 我们所说的所谓的现代艺术 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品质 就是批判 对 就是讽刺 就是介绍真相 对 之所以我们今天还在维持 对这样一个现象的热情 不是对某一个具体的现象的热情 这个 杜商 骗子 天才 中央钱贸局投资了 都不重要 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 投资就投资了 我也承认可能是投资了 是吧 但我认为不重要 我们看中的是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这个艺术 创作当中的那种批判的精神 我们可以把它说是当代艺术 可以说是现代主义艺术 可以说是保守艺术 可以说是传统艺术 说是狗屁不是艺术 都没问题 都不重要 就像我们刚刚讨论 信息学慢 它在用女性最常见的 最能够被理解的 BANAN 不好装 上一大堆衣服 尾 切入口 以女性 我们传播学叫什么 叫封面女郎效应 什么封面女郎效应呢 就所有女性 长得稍微端端一点的 晚上对待镜子的时候 私底下都会认为 平时我比玛丽莲梦露差 长得差呢 平时我就不如 这个林志玲 每个 稍微端庄的女性内心 甚至都觉得 我长得太漂亮 对着镜子照半天 这个传播学叫封面女郎效应 切入封面女郎效应 这叫时尚 对不对 女性的自我的浅薄的自拍 时尚流行的符号 当他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往前延伸的时候 当他把它创作延长之后 我们很惊讶 他其实在冷潮 他后来也扮演自己的 他有一段时间扮演血腥 对不对 把自己扮演成 那妈的这个建美兰 对对对 那么古德斯基也是 我们对星期都有无穷无尽的要求 结果什么呢 结果我们其实人们看世界 都是日常视角 50毫米的标准镜 人离我们大概三米远的距离 终极 我们习惯这个 古德斯基说 那我就拉圆了 所以你看古德斯基的照片 你会发现人就是可怜的白蚁 但是每一个系络可以放大 他在颠覆这种 日常观看的距离感 他在我们 他提醒我们 他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 人这个种群很无聊 我看这个某剧 这个跟那个 跟那个 多士尔多夫的学派有关系 是吧 背线夫妇拍那个 机器 冷冰冰的机器 是吧 看人也会变成了物像 而不是 人用上这个 商德的传统 是吧 商德派德国人 然后我有一年在美国加州 那个盖地博物馆 看到一个非常感动的展览 让我 就是商德最后的影像 因为商德 不被纳粹德国接受嘛 现在不喜欢他嘛 冷冰冰的家伙的妈妈 那最后那种照片就是他的暗房和他的工作室 冷冰冰的 那拍的极其清晰 我就去查 就查不到 找不到是吧 对啊 当时我应该买一个摄影机 那个展览就到商德最后的图像 对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看一个冷冰冰的东西 他在用一种冷冰冰的方式提醒我们呢 其实你发现没有所有的我们值得称赞的艺术 他的批判性质在这个地方 他绝不迎合 其实艺术之所以有价值 其实艺术某种意义上也没什么用的 也不能当饭吃 成名的艺术家极少极少 一个成名的艺术家背后躺了一大堆可怜的士兵 那么在这里苦苦挣扎是吧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对于艺术有某种真爱之心呢 让我想起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 在1912年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 在1912年出版一本书 这么说翻译成中文的叫自由之路 在这本书里边罗素也谈到我刚刚所说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看待艺术 罗素说一个宽容的社会应该拥有那些稀奇怪怪的艺术家 他们就是疯子 他们就是癫狂的人 他们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正业的 不按常规出版的人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珍视它呢 罗素问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珍视它是因为两个原因 两个理由 第一个 他们代表着我们人类的一个希望就是个性 因为我们的个人被太轻率的 被各种力量所掩盖 群体极其强大 而艺术恰恰在 至少在寻找或者推崇一种 个性 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胡思乱想也不能 不能完全否认是因为它可能有些奇怪的创造性 人的创造是不能是不可思议的 嗯 我们无法定义创造啊 人类的创造是这样的 反正九十九十废物来的 但只有一个 他就成功了 你们能想象吗 1905年 在瑞士专利局 工作的小职员 他的名字叫安因斯坦 哈哈 他终于稳定工作了 经过了几年挣扎 终于获得了专利局的一个长久的职务 啊终于从那个什么 从那个什么叫做什么 这个Pervent Work 变成一个Control Work 拿到一份看见了 拿到一份合同了 还行啊 然后就写论文 1905年爱因斯坦 如果没记错的话 发表的是五篇论文 发表着当时德国第一流的杂志 物理学杂志 每篇论文就是一个诺贝尔奖 以至于到了最后的时候 这个物理学奖的 这个物理杂志的主编 著名的普朗克 非常惊讶 这是什么家伙 最后诺贝尔最后1925年 诺贝尔奖颁给爱因斯坦就是因为他第一篇论文 1500多次 讨论的是麦克斯维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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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电磁波实验 讲光量提出光量子的问题 提出时空一体化的问题 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翻 爱因斯坦这个时候有什么功力呢 就是就职员嘛 然后普朗克忍不住 跑去瑞士看爱因斯坦 看了爱因斯坦又很惊讶 就问了爱因斯坦 你愿意到柏林大学物理系当教授吗 爱因斯坦说 我没有博士学位啊 普朗克说没问题 你第一篇论文就是博士论文 已经通过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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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很惊讶 我讲话不好我不会上课啊 普朗克说不用上课 不用上课 不用上课 哈哈哈哈哈哈 爱因斯坦非常感动 普朗克就是爱因斯坦的 博士论文 梦寐以求柏林大学物理学的教授 欧洲物理学的重心所在 普朗克亲自点名 他能不去吗 他当然同意了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瑞士理工学院是很出名的 对不对 嗯 突然发现这个爱因斯坦就在身边 怎么伟大的人赶快找他 给他多一倍工资 爱因斯坦说不好意思 我只能去博士论文 我不能推不起布朗克 嗯 从这个意义上讲 爱因斯坦不就这么回来的一个人 他没有任何他这么想这个东西 据我所知爱因斯坦的想象力就来源于 这个我不知道真假啊 我乱看那种科普书说的也许不真实 先生命 爱因斯坦 据说小时候的爱因斯坦在山坡上看天空的流星 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流星里面的人看见我 我又看见流星里面的人 诶 个子会成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室 我们可以把它延伸为爱因斯坦的电梯 爱因斯坦的火车 等等等等等等 对 霍金在他的时间前史里面有讲过这个 对 就是说我的意思 所以罗素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 就一个社会一定要宽容那些疯子一样的诗人和艺术家 为什么是因为两个理由 第一个我们的个性太容易被磨除了 那他们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 哪怕他们努力是失败的我们要尊重 第二个 就是 里面包含着可能让我们无法想象的创造性 如果我要延伸的话 就是批判了 第三个批判 和艺术家批判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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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